第三千零二十一集 叶晨突然有些玩味的一笑 看到这抹笑容 玄觉心中突然涌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有些紧张地问道 叶晨 你 你要做什么 叶晨道 既然他不出来见我 那我就进去见他好了 啊 玄觉有些不解 可下一刻 他的眼睛却都要瞪出眼眶了 只见叶晨竟是飞身一纵 直接朝着那血腥战场冲了下去 玄觉都快要哭出来了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叶晨竟是张狂到了这种地步 直接跳入战场之中 这不禁打扰到了一众参战者的战斗 更是违反了血腥战场的规矩 一个不好可是会惹来大麻烦的 甚至是连将叶晨带来的自己 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他现在无比后悔 自己怎么会因为一顿饭 摊上这么个家伙呢 玄觉已经开始考虑 一会儿要怎么下跪道歉 才能活命了 很快 轰隆一声巨响 叶晨的身躯 便如同陨石一般砸在了血腥战场之中 而此刻 玄渊正与数十名参战者对峙着 双方正准备互相冲杀 可突然一道人影砸在了他们面前 众人都是微微一愣 原本喊杀震天的血腥战场 瞬间安静了下来 一名神色淡漠的青年 安静地站在了他们眼前 当这些人反应过来之后 当即便是暴怒 他们站得正痛快呢 突然跑出来一个补天镜九层天的小废物 打断了他们的战斗 而且这家伙还不是参战者 竟是直接从天上跳下来的 一时间那一众参战者便是纷纷呵斥 怒骂道 该死的小子 给我滚出去 这家伙长得如此瘦小 应该不是纯血的族人吧 这种垃圾也能来圣天城了 老子站得正爽呢 突然看到这么个家伙 真是倒胃口 与此同时 血腥战场上方的一栋阁楼之中 一名穿了一身闪烁着星辰光辉的纱裙 面容精致到令人窒息 并且眉眼之中充斥着妖艺气息的女子 透过一面单面透明的晶石 看到这一幕时 意识微微皱眉 在这女子的身旁 视力着一名 一身黑袍戴着面具的女人 这女人眼中血芒一闪 对着女子问道 小姐 这小子 坏了战场的规矩 是否要将之珠上 她的语气极其冰冷 仿佛杀人就和呼吸一样轻松 那女子端起桌上的美酒 品了一口 正准备开口 可就在这时 一道淡漠的男子声音 却是在场中响起 只见夜晨凝视着玄渊 在众人的呵斥声中 开口道 玄渊 我来自赤星圣地 有些事情 想要与你谈一下 可否一起喝杯酒 那绝美女子文言 微微一愣 随即美眸之中 露出了一丝好奇之色 淡淡道 先看看吧 这个补天境的小子 想要与玄渊谈些什么呢 而夜晨身后的参战者文言 一待之后 却是立即大笑了起来 这小子发了什么疯 要知道 玄渊可是最讨厌战斗 被人打扰的 不向玄渊道歉就算了 还想要和玄渊喝酒 一时间 讥讽之声铺天盖地 不是吧 是星圣地 那不是九大圣地之中 最弱小的那个吗 这种香不佬 也想要和玄渊公子喝酒 这小子是想抱大腿 想疯了吧 哗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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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原本有些 不耐烦的玄渊文言之后 却是有些好奇 玩味了 他也有些想知道 一个补天静的小子 想和自己谈什么 玄渊一挥手 示意众人安静 而后看向夜晨道 喝酒就不用了 不是谁都可以 和本公子喝酒的 你有什么事 在这里说就好 夜晨文言点点头道 可以 我来这里 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听说你和玄渊 不对付 我想要和你结盟 击垮玄渊 你看如何 此言一出 整个血腥战场 瞬间陷入了死寂 众人都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听到了什么 一个补天静的 妄图与玄渊结盟就罢了 竟然还想对玄渊 那个如日中天的圣日城 妖孽动手 这是任何正常人 都不可能说出来的话语 而且他们很清楚 夜晨不是开玩笑 因为光是这句话 若是让玄渊知道 就足够让夜晨死上好几次了 难怪 这小子能直接从入口处跳下来 他是个十足的疯子 这时 那阁楼之中的绝美女子 翘脸之上浮现了一抹笑意道 他品着美酒 像是看喜剧一般 期待着夜晨 还能有什么表现 此刻玄渊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实话 若是夜晨因为想要抱大腿 或者什么无聊的事 来找他的话 以他的性格 直接就会把夜晨灭杀了 不过这一次夜晨的回答 倒是令他满意 毕竟 很少有人能够说出 这么好笑的笑话 不是吗 最关键的是 夜晨还是在用自己的生命 在逗他笑 看在这一点上 他决定饶了夜晨 于是 玄渊饶有兴趣地 打量了他道 你说要与我结盟 你可知道 想要与我结盟的人 遍地都是 可并不是谁都有 与我结盟的资格 本公子很好奇 你有什么自信 认为自己有资格 与我玄渊成为盟友 更别说 想要击垮玄渠 那更是需要一个有力的盟友 就算给你智星圣地十倍的力量 都不够资格 那么我为什么要与你结盟呢 他有些好奇 这个疯子有什么依仗 让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搞笑 夜晨凝视着玄渊的双眼开口道 因为我比玄渊更强 这一次不只是玄渊 整个血腥战场中的参战者都笑了 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还真是一个火宝啊 补天境不到三十岁 自以为比玄渊这个闪耀了玄妖一族年轻一代的存在 更强 搞笑似了 而夜晨则是不顾玄渊的狂笑 继续道 但你也知道 智星圣地和圣日成差得太远 所以我要借用你背后的力量 我来对付玄渊 而你帮我牵制圣日成 笑了好一阵 玄渊才停了下来 看着夜晨说得那么认真 他也是一时来了兴致 颇为配合得到 你这个计划倒是不错 我圣月城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只是我想知道 你就这么有自信 我有 夜晨斩钉截铁地道 众人看得出来 夜晨那副淡漠自信 骄傲的样子 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装出来的 而这也是最搞笑的点呢 一众参战者也纷纷讥讽道 好恐怖的年轻人哪 补天境便拥有比玄渠公子 更恐怖的实力 嗯 这是越了多少级战斗 快二十个了 这真是古今第一妖孽呀 是啊 看他那冷傲沉稳的模样 不是决士妖孽能有这种风采吗 玄渠公子要倒大霉了 还好 玄渠公子不在这里 不然是不是会被吓得直接哭出来呢 玄渠又是一阵狂笑 突然他一仰手 示意众人安静 双目微眯道 好 我就欣赏自信的人 你叫什么名字 夜晨 这里不是杨真玉和月魂玉 与外界相对隔绝 说出自己的名字并没有什么 玄机月和第十天都不可能知道 哪怕自己说出轮回之主 恐怕也不会有太多人知道 玄渠玩味地道 夜晨 你知道强这个字 不是用嘴说出来的 既然如此 你愿不愿意种上血腥虫 和我在这血腥战场之中 来一场一对一的战斗 玩笑开构了 该收尾了 他愿意饶夜晨一命 可是夜晨打扰了他的战斗 还是要教训一番的 就打断四肢 折磨到夜晨死为止吧 对于他来说 算得上是仁慈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也很好奇 夜晨被自己碾压 摧残的时候 那种毫无道理的自信 还能不能维持住 说不定 还会有什么精彩表现呢 玄渊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众人也是 纷纷期待了起来 这场好戏 要迎来高潮了 可就在这时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夜晨却是摇头了 他拒绝道 不可以 嗯 一时间 在场众人都是微微皱眉 对夜晨失望了 难道这家伙不是真的疯 而是装的 现在要面对玄渊 就开始怕了 这就没劲了 在他们眼中 夜晨从演员变成了一个三流小丑 玄渊的目光一时冰冷了下来道 告诉我理由 只要夜晨让他感到无趣 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送夜晨去死 这时 夜晨却是真诚地凝视着玄渊道 因为我没有钱 中血腥虫 要两千一零金 太贵 众人文言又是一愣 随即再次报效 他们错了 真的错了 这家伙不仅不是什么三流小丑 而是真正的大师呢 一个自称比玄渊还要强大的妖孽 连参加一场血腥战斗都觉得贵 玄渊咧嘴一笑 正准备帮夜晨出了这两千妖灵精 可夜晨却是再次开口道 不过 我倒是可以不中血腥虫 与你一战 一时间 笑声戛然而止 就连玄渊都有些傻了 他眨了眨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你说什么 你不中血腥虫 对战中了血腥虫的我 这个意思 是 夜晨点头道 夜晨点头道 我拥有点睡着 我拥有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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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